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中中美两国防长的动态更是吸引着全球媒体的眼球 美国防长奥斯汀在对话会上发言时再次提及台海问题 称台海保持和平稳定 攸关全球 台海冲突将危及商业海上航线和全球供应链的安全 而美国在印太地区保持强大的威慑力量 就是为了维护该地区的稳定 对此呢 中方代表团直接反驳 指责美国才是那个破坏台海稳定的源头 虚化掏空一个中国原则 还频繁穿航台湾海峡 炫耀武力 拉拢他国插手台湾问题 就在双方在相会上唇枪舌舰之时 美军舰再次穿越台湾海峡 据路透社报道 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宣称 一艘美军导弹驱逐舰和一艘加拿大护卫舰 于三日过航台湾海峡 并表示此次航行是在所谓国际法 关于公海航行与飞越自由的规定 适用的水域开展的例行活动 体现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 关于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的承诺 这是美国海军时隔近半个月 再次穿航台湾海峡 对于美方的挑衅行为 中国军舰靠近并发出警告 在对方无视警告后采取了近距离横切 迫使美国军舰减速改变航向 解放军东部战区批评称 有关国家在台海地区有意制造事端 蓄意挑起风险 恶意破坏地区和平稳定 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在新加坡参加相会的中方代表团 则直接送给美国三句话 领导不是霸权 地位取决作为 行动胜于空谈 可以说本届的香格里拉对话会 火药味格外浓重 在俄乌紧张局势尚未缓解的情况下 亚太地区的台海问题和朝鲜半岛危机 在线升级风险 本期节目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 今年的相会上最引人关注的中美较量 在6月2日香格里拉对话会的开幕晚宴举行之前 各国代表团在宴会场中寒暄交流 只见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走到了中国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所在的餐桌前伸出手势好 双方短暂地握了握手 打了招呼便分开了 五角大楼表示 奥斯汀此举代表了美方努力与中方保持开放的军方沟通渠道 而中方的反馈则是 当前中美两军关系面临的困难 责任在美方 敦促美方切实尊重中方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 以实际行动为两军交往扫除障碍 推动两军关系重回正轨 说起中美两国防长的会晤问题 美方一直指称中方拒绝对话 但无视其将中国防长李尚福列入制裁名单的事实 美方坚称制裁不影响交流 但果真如此的话 为什么美方此前在联合国大会即将召开的时候 拒绝给被其制裁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发放赴美签证以便他参会呢 要说起来 参加联合国大会并不是两国政府间的交流 美国单方面的制裁也不应该影响国际会议 如果制裁不影响交流的话 签证是不是也不应该成为阻碍交流的手段 当时美方不想让俄方代表参会 不想听俄方发言 于是就拿制裁说事 而到了中国这里 美方迫切想同中方会谈 就说制裁不是问题 但又坚持不取消制裁 如果推挤急人的考虑 在美国防长被中国制裁的情况下 中国一边要求对话 一边又不肯放弃制裁 美国防长会愿意以被制裁人的身份 与中方进行谈判吗 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 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表示 历史一再证明 中美合则两立 斗则俱伤 中方一直寻求与美方建立新型大国关系 但只需要美方拿出诚意 言行一致 以实际行动与中方相向而行 推动两国两军关系 指跌齐稳 因不具困难找到相处之道 中方一直寻求以美建立新型的大国关系 但这需要美方拿出诚意 言行一致 以实际行动与中方相向而行 推动两国两军关系 指跌齐稳 因不具困难找到相处之道 这几年中美关系徘徊在建交后的低谷 造成这种困难局面的缘由 大家都很清楚 世界足够的宽阔 完全可以容纳包括中美在内的地区各国共同发展 我们必须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 站在地区各国共同利益的一边 做出明智的选择 一是用相互尊重取代霸凌霸道 事实证明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手 伸向哪里 哪里就不得安宁 就会战乱重生 自去年时任美国众议长佩洛西 窜放台湾地区以来 中美两国的军方高层沟通被迫受阻 美方一边呼吁展开对话的重要性 一边不断增加在中国周边地区的军事部署 同时拉拢亚太地区盟友高小团体 美其名曰应对来自中国的威胁 本届江格里拉对话会期间 美国防长奥斯汀还是遵循了美国一贯的口径 表示对于负责任的国防领导人来说 任何时候都是谈话的好时机 谈的越多就越能避免可能导致危机或冲突的误解和误判 然而 就在奥斯汀强调要对话 认为台海问题不能在紧张的情况下 美国和加拿大的军舰反倒去穿越台湾海峡 还指责中方不负责任 称中方驱逐舰的行动会导致事态失控 路透社都在报道中指出尽管美国军舰几乎每个月都会去一趟台湾海峡 但美军舰艇与其他盟国的军舰一起穿越台湾海峡 是很不寻常的 奥斯汀还在讲话中提及前段时间的南海军机事件 指责中国在国际空域对美国和盟国的飞机进行危险拦截的数量惊人 重申美方将支持盟国和伙伴对抗胁迫和欺凌 针对美方在会场内外的一系列动作 李尚福表示 一些域外国家在南海以航行自由之名行航行霸权之时 想把南海搅乱以从中牟利 需要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冷战思维卷土重来 极大的推高了亚太地区阵营对抗的安全风险 有的大国提出的所谓印太战略 中方认为 不管什么样的战略 都不能以意识形态划线 以所谓的假想威胁 构建排他性的军事同盟 否则极易陷入 自我实现的预言 中方再次证告 台独分裂活动越猖獗 受到的反制就会越坚决 一切外部干涉势力都将以失败而告终 我们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但绝不会放弃维护自身震荡的权益 更不会牺牲国家的核心地义 中国有一首广为传唱的歌曲 歌词写到 朋友来了有好酒 财狼来了 有猎枪 中国前驻美大使崔天凯在接受路透社访问时指出 做不到言出必行的美国 其信誉必然会大打折扣 没有足够的诚意和善意 要如何进行对话 以许多的相众 一定是尊重其是 lance ciao 地域通常entes 的问题是 美国栏西 不一直在合作了 迄会 其往最有 engineer 相信 它没有撤掉 很好的信息。 所以,你怎么可以让人们继续这样的谈论 当很多事情都没有说过。 这是真正的问题。 我认为真正的问题是 是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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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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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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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人们有了有了有了 如果人们在好处的行为 他们会找到有效的方式的交易 我认为我们需要更多的频道 我认为我们需要更多的频道 我认为我们缺乏了有了有了 好处的行为和好处的信息。 我们有很小的兵器材, 我们有很多弱兵器材败 所以两个国家的能力是很不同的 那么我们能够认为我们 能够认为他们 如果他们有那么多,我们有那么少 他们要够认为我们的一个 那我们能够认为我们的一位 然后我们可以开始谓 同样的事情 或是他们要求我们 让我们的一个一位 能够认为我们的一位 令我们的一位 使我们能够认为同样的事情 我也不知道 我觉得我们应该先回答这两个问题 正如李尚福在相会讲话中提到的 中美制度不同 差异很大 但并不妨碍双方求同存异 发展双边关系 也不妨碍双方基于共同利益 深化合作 中美关系的意义早已超出双边 影响全球 国际社会普遍希望 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担忧发生冲突对抗 不可否认的是 如果中美发生激烈的冲突对抗 那将是世界不可承受之痛 中方认为 大国应该有大国的样子 不应为一时之思挑起阵营对抗 应顾全大局以交流合作 化解分歧 回应各国期待 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三条原则 才是中美两国正确的相处之道 海海问题是 横跟在中美之间的最大障碍 李尚福说 世人看的都很清楚 民进党当局斜扬谋独 外部势力以台制华干涉中国内政 才是造成台海局势紧张的根源 也是改变台海现状的最大麻烦制造者 台湾是中国的台湾 怎么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 不容任何外部势力插手干涉 中国愿意以最大诚意 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 但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 如果有人胆敢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 中国军队不会有丝毫的迟疑 不为任何对手 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 都将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中国有一首广为传唱的歌曲 歌词写到 朋友来了有好酒 豺狼来了有猎枪 好的 以上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欢迎您关注并订阅 美国中文广播电视 隔TV频道 获取更多精彩内容 咱们下期见 咱们下期见 获取更多精彩 的 咱们下期见 获取更多精彩